為了響應減速政策 高雄市飲料店是從七月一號起 就不再提供一次用的塑膠杯 自備環保杯是享有五元的折扣作法 也讓民眾改變了消費習慣 有飲料店員觀察發現 多達五成的客人會自備環保杯 就算手邊沒有 也能夠免費借用店家提供的循環杯 外觀是超級吸金 流程也很簡單 都提高了民眾的接受意願 為了響應減速政策 現在許多民眾買手搖飲料 都會自備環保杯 同時享有至少五元的折扣 只是若不小心忘記帶杯子 也沒有關係 現在許多店家 都提供循環杯的租借服務 然後我剛剛聽店員介紹之後 他說只要掃描就可以借用 然後我發現還滿方便的 不用很久就可以借完 因為我覺得它的外觀 還滿吸引我的耶 想說盡量還是不要使用一次性的杯子 然後加上這個就是拿回來 在原店然後直接他們幫我清洗 我覺得這樣子也滿方便 像在高雄市連鎖飲料店的循環杯 就提供應用景祥物高雄熊的可愛圖案 加上借用流程減便 只需支付少許押金 就可以免費借用 民眾接受度高 而使用後的容器 會送到專業廠商 進行標準作業程序的清洗跟消毒 而今年高雄市環保職 就特地輔導了47家飲料店 一起推動循環杯的租借服務 其實生長的幅度滿高的 大概每10位客人 就5位客人會自杯杯子 那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在製作的部分 也會比較變得簡單化 對對對 也比較衛生 只要我們的環保杯持平回購的話 最高可以折15元現金折扣 友善方便的循環杯制度 搭配小額折扣 逐漸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 不只買飲料更方便 也達到減碳及循環再利用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